大家好,并且连练频道 今天要为大家一起分享这个汉胜的纸容 这个字是叫过门里面的 它是这样写的 我们看这个字 在想什么 我们不看这个部分 看当这个部分 从这儿看是一个称相 规矩做的一个人 这个表示头上的头发 这个呢是两个手 两个手臂举起来 它在那儿整理它的头发 也就是说这个女人 她在梳妆打败 说话说女为鱼姬在容 所以这个字就是反应这么个意思 经文里面在印上字体 它基本上和家伙们的子性 没有太大的差别 到周遭中期晚期的子 它就在这个地方加了一个口 那就是像青花 微微容的 它就有一个顺虫 硬朗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是从家那个口 以后来的 最早的这个 它是束装打败 下面呢我就把这个字 不同的文句的写发 来引识 后大家一起分享 在花纹里面的写发呢 有好几款不同样 它都是表示一个女人 在整理自己的头发 在进行梳妆 其中一个空间就是刚才我们是看到的 这是一个村民 规计者的一个人性 这个沙面就是代表个头发 这个就是代表它的两个手 这是两个手 在整理它的头发 在梳妆 第二款写发呢 和第一款写发呢 基本上没有太大差别 这也是一个村民 规计者的一个人 他这部这个头发的发型 和这个衣服 所谓差一点 他这个手呢 写的这样子 这是第二款 这上面的头发写的不一样 第三款的写发呢 上面的头发呢 写的走对一点 那个是向左 这个是向右 他这个头发呢 他这个手 这个头发的头发写的这样子 第四款呢 他这个人性也是像走对柜 这个比较写的 写的这样一个人性 这个头发呢 就是这样子 像个草一样 底下的两个手呢 他写成这样子 都是两个手 整理自己的头发 梳妆打扮 今晚里面的写发呢 和教官的写发呢 差别不是太大 在今晚里面 他第一款写成这样子 那这也是一个 整名贵作的一个人 这是他的头发 他这个手呢 他写成这样 这是三朝时的一种写发 到周末 左期呢 这个写发呢 有人次呢 就是变性差不多多一点了 他写着这样 这个人写着这样一个型 这里面写着个头发 把个人的手呢 写着这样子 人性变得比较逗了 要是不仔细看 后加官文对照 这个一个人性 就不容易看得出来了 在周末中期后晚期的这个字啊 他就加了个口 这也是头发 这个代表手 在里头发 最主要的事情呢 他在这个地方加了个口 硬朵 沉朵 在周末晚期的时刻呢 他就是现在这样 这个头发写得像一口丑 两个手呢 写着一个也像两口丑 这个地方呢 再加一个口 从上朝到周末早期 这是周末中期 这个地方是周末晚期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文字的变化 一步一步的改变 所以这次在小庄的时候啊 他就发生耳瓶 把顶上的那个头发 它变成了两颗草 所以小庄的时候呢 这个上面就是写着一个草 写着两颗草 底下呢 写着一个右手 底下再写着一个口 这就是小庄的写法 栗树呢 就是由小庄 这个地方引边过来 它就写着这样 上面也是写着两个草 一用背里面 它就写着这样 开树呢 就把这个上面呢 这个草呢就写着这样 底下写着一个右 这就是开树的写法 那这个字 它的本意 主要就是树壮打败 就是说中期晚期以后 这个子性加了个口 以后呢 就是表示这样 是承诺 这个字呢 在汉语当中呢 很多这个都是作为一种 许词来使用的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 揉这个字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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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